随着四核手机的逐渐增加 手机世界也正式进入了四核时代 同时市场上也相继涌现出不少国产四核手机 相对于国外手机厂商三三千价位的四核手机来说 国产智能手机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而在智能机领域最擅长搅局的360 最近也联合Devo发布了一款仅为1499的土瑞3四核智能手机 Devo V5 第一次看到Devo V5 有点摩托手机的味道 机扇正面没有什么修饰的地方 就一个机扇的logo比较显眼 机扇背面的设计则是跟之前HR360特工机有点像 摄像头为凸起的设计 机扇后盖则是带纹理质感的工程塑料 摄像头下面写着8.0MBSI 表明这是一枚采用背罩式SIMOS的摄像头 电源和音量按键都设计到了手机的右侧 9.9mm的机扇 其中开关机件有内奥的设计 可以有效的防止屋操作 机扇周边是一圈银色的包边 但是只是工程塑料而已 机扇顶部是3.5mm的标准耳机插口 旁边配有降噪麦克风 而手机底部则是MicroUSB数据接口和手机画图 手机的后盖带有石墨散热贴 可以使日量散发达更加均匀 机身采用的是标准SIM卡设计 支持移动TDICDMA网络和GSM网络 最高支持32G的存储卡扩展 Divo V5采用的是一块4.7英寸的IPS屏幕 1280x720分辨率 像素排列采用的是标准的RGB排列 不会有Pentor排列所产生的颗粒感和画质损失 显示级别达到312ppi 达到了15毛屏幕的标准 所以屏幕的表现是非常细腻的 可是角度及颜色的黄园也都做得非常不错 V5的屏幕采用的是航空级钢货玻璃盖板 表面采用了镀膜工艺 可以有效的防滑防污 基本可以把贴膜给抛起了 如果大家实在不放心的话 建议还是贴一张吧 Divo V5采用的是英伟达Tiger 34核处理器 搭载SG Room和1G RAM 跑翻成绩也突破万数 跑翻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英伟达Tiger 34核处理器 在游戏的表现上 可谓是非常牛叉的 大型3D游戏基本通吃 Marlow, on me, we need to secure the brass tides Yes, sir Well, rookie, remember how it all worked In any of your head, there's a boat siloed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3测课系统 与大多数厂商相同 对延伸UI进行了定制和优化 界面的自主性很大 在系统的流畅性方面 比起前几款360层动机来说 有了很大的提升 界面的滑动非常的流畅 界面下方三个虚拟按键 占据了屏幕的部分像素 在我的使用中 也只有播放本地视频的时候 才会自动隐藏 其他应用程序 我并未发现它会自动隐藏 这无疑占据了屏幕的部分空间 在音效告别线上 播放本地音频和本地视频 都支持萨斯音效 使音频的立体感很强 不过Vivo的萨斯音效 仅支持耳机模式 外胖并不支持萨斯音效 作曲萨斯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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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即可享受移动3G的网速体验 对于像我这样用了3年 中国移动2G网络的用户来说 还是比较无测的选择 总体看来 这款手机外观时尚气派 4.7英寸屏幕显示效果细腻 四额性能强劲 全球首款支持双载波 速度给力 性价比高 当然有一些缺点 比如虚拟按键在屏幕上 占用屏幕的尺寸 仅有移动板 待机稍短等 但仍不实为一款性能强悍的四额手机